我发现这个ECL VBA加资料库 大家分享的东西少的原因其实也蛮可以理解 因为从ECL要加上VBA再加上资料库又跳了好几层 然后资料库的存取又牵涉到那个程式设计VBA VBA的程式设计 然后牵涉到里面又有一个ADO ADO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ADO里面又需要用到ECL语法 所以全部都是专有名字 全部都是专业 这种东西真的你没有实误经验 你直接看书你会可能会看到昏倒 光那个ADO的书籍 你们到图书馆看就知道厚厚的一本 从头看到尾你还不知道到底中别在哪里 实际上我现在讲的是你们需要的告诉你们 你们不需要知道的我现在也不要讲 那讲了你也可能短时间也无法吸收 无法吸收就是垃圾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自己去买书买一堆书 回来就放在那里了 再也不会去翻摊 为什么 因为那些东西对你来说你看不懂就是垃圾 那一本书你买很贵丢也不是 留着又觉得压力好大 每次看到那一本书就觉得压力很大 又看不懂 很多人都这样告诉我 那些书其实不是写给你们看的 因为你们是看不懂的 写给我看我很快就可以看懂他在写什么 所以我的角色也是翻译的角色 桥梁的角色 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是需要实物经验 那因为我使用资料库时间也很长一段时间 应该十几快二十年的时间 都跟他奋战 每天都跟他们相处在一起 那当然有一些体会了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请各位建立这个资料库